6歲的張新瑜和多數小朋友一樣 愛畫畫 也愛玩 但餐桌上的選擇有她的堅持 為什麼你會堅持一直在吃菜菜 你不要想害小動物 如素的動機很簡單 源自於她從小就有一顆 悲天憫人的心 她的志願就每次會跟爸爸講 我想當護士 想當天使 我要照顧很多人 不只愛動物 張新瑜也很會照顧花花草草 每種顏色的蔬果都是她的最愛 喜歡什麼蔬菜 蘿蔔 還有 雞蛋 還有 蝦白菜 花園菜 全部都喜歡 胡瓜喜歡嗎 胡瓜也喜歡 從兩年前 慈激幼兒園推廣三好福田的行動時 張新瑜開始入宿 至今她都沒改變過這樣的選擇 甚至她哥哥有時候會汹涌她 妹妹都是很好吃的 你看我吃炸雞 烹飪很好吃 烹飪什麼的 他婆那種 沒有種瘋狂感 所以我真是很佩服她這個堅持 父母親配合她的飲食習慣 慢慢也開始嘗試改變 現在還在需要成長 蛋白對我來講也是蠻重要的 還有就是盡量給她不同顏色的蔬菜 除了青色之外 我都會盡量嘗試煮給她吃 因為上了年紀了 我也是比較常吃蔬菜 肉反而我少懂了 雖然如素 但張新瑜的活動力 跟其他小朋友沒差異 她也許下這樣的願望 我一樣也都是吃蔬 大愛新聞 真是美志工 馬來西亞報導